在日前结束的世界女排联赛小组赛中 中国女排1比3不敌加拿大女排 爆出本次比赛大冷门 由于比分悬殊 中国女排赛后世界排名大跌 巴黎奥运门票告急 回顾本场比赛 中国女排一度大比分领先 即便到了第四局 大比分处于落后 但是中国女排开局依旧18比12领先6分 没想到最后时刻居然被加拿大疯狂逆转 最终输掉比赛 打成这样 中国女排的球迷难掩失望之情 说实话 本身中国队的实力是不错的 机会球把握不比对手差 第四局中段突然把比分拉开的时候 当时还想着 差不多要准备决胜局了 于是去卫生间洗漱 没想到回来再看 居然到赛点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主教练蔡斌应该很清楚 没有及时喊暂停打乱对方攻势 没有及时换人措施良机 作为主教练的蔡斌 无疑是本次输球的头号责任人 拖了李盈盈的后腿 从双方教练团的状态来看 蔡斌和加拿大女排的教练 心情完全不一样 加拿大女排教练手拿平板电脑 关键时与四位助教商量 中美比赛她在场外观看 加拿大女排赢球后 看她乐观表情给球队轻松的信心 对比之下 蔡斌教练双手暴毙输赢 都一脸严肃紧张 调配队员也有误 这就是中加两队的差别 毫无疑问 这次中国女排输给加拿大 是非常不应该的 不是对方太强 而是我们自己发挥太不稳定 另外站位不匀也是个问题 经常出现队员站在一堆 出现很大空位 球打过来后 大家战神了 一动不动都是干眼看着球落地 当然 二船有问题 二船是球队的核心 是球队的灵魂 很可惜 丁霞已经老了有心无力 无法帮助中国女排渡过难关 不可否认 丁霞当年确实是一流的二船手 为中国女排立下过汉马功劳 但如今已经时过境迁 对于蔡斌来说 也该培养点新人了 总体来说 蔡斌的战术安排太常规划 而且无创新指导 球迷都看出场上的问题了 而他却不到点子上 如此下去不认真总结 后续败局在所难免 巴黎奥运入场券也有问题 其实这就是蔡斌没有更好办法的表现 在中国女排领先多的时候 对手有更好的办法来止住你 这个时候 中国女排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制止她 打不赢是肯定的 套路不多的球队走不远 中国女排球员的心理也很重要的 对手有更好的